大家好,我是Mr. Emanso,今天會是大家講的就是SV的5th Classroom Exercise Sub-A Pyramid的part 6 審題 During Exercise 4, in the figure, the base of the pyramid VABC is a right-angled triangle ABC where AB equals 14 cm, BC equals 10 cm, and angle ABC equals 90 degree If his volume is 2, 10 cm, and his height VA equals HCM, find the value of H 首先題目開中明義說了Base of the Pyramid 這個Pryramid的底就是一個14乘10除以2的三角形 14和10都是互相垂直的,所以它有個角 ABC的角度 然後它也帶出了它的高度是H,而Volume是210 跟之前的影片很相似 我們第一句砧頭當然寫Volume 寫完之後我們又換回公式 我馬上寫一條色給大家看 沒錯,我們快點把Pryramid Volume換回1分之三 然後再寫Base of the Area Base of the Area就是14乘10除以2 寫回14乘10除以2 然後當然寫到Height,就會是210 OK,好 首先為了要處理這個三分之一 我就會左右手乘以3 那就會是210乘以3 OK 而這個數字也不是很大的 2和10約了之後就是5 所以5乘14就是70 好 即是70x等於210乘以3 那我就左右手了 左右手就除以70 所以H就等於 好 為什麼 看看 這個就是3 這個就是1 因為 210和70的倍數就是3倍 3乘3當然是9 所以H就等於9 那這次要不需要做個Google 不用 因為我們Find the value of HD 這句說話已經很足夠了 OK 好 看多一次 總結一下這個Video 那就是 During Exercise 4 就是講一個追體的Pyramid 它就給了一些尺寸的Except 就沒有給高我們 OK 留意高一定是頂點扯一條垂直線 到Base那裡 好 好了 又給了一個知道 就是Pyramid Volume 就是210 我們就抄了第一句Pyramid Volume 等於210 然後就放一條色 即使它當中有一個Variables 有一個代數 也不是問題 如果整條色只有一個代數 我們可以慢慢抽絲剝解 算出來 好 大家收聽 拜拜